第一个就产生每个月的低 第二个的话就是A2加1嘛 可是会有错误的那个月份 所以呢 要不就是把公式减下来 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呢 我逻辑是这样 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现在的这个 就是我上面那个月份 所以你打一个mice 哪一个呢 这个 上面这个嘛 A2 他出来的月份 是不是跟 那个 我A2加1之后的月份相同 那你如果不相同 因为我的逻辑是不相同的话 就是小于等于 这个就不等于的意思 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加了1之后 加一天之后 如果不等于啊 这边就是把它复制贴上加1就可以了 加一天之后如果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我就是输出 没有东西 反之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输出什么 A2加1 OK 这个我应该可以看得懂 如果说那你不要用不等于的话 你可以用等于 不过上下两个编导就可以了 OK 所以 if 里面呢这个叫不等于 那VBA里面的不等于也是写这样子 OK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理论上1月份应该是没差别 不过2月份的话 那就会有差了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 有没有 2月 3月1号就会被删除 可是问题呢 下面这个呢 因为他会 用Mans去抓上面的跟下面比 可是上面的空的 那空的呢 你放到Mans里面呢 抓他会产生Value上面的错误 所以如果有Value上的错误的话呢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减下来之后呢 再利用那个ifAl这个去做过滤 特别之后这个ifAl是2007之后才有的 函数 所以之前有同学跟我讲的他2003没有怎么办呢 那你可能就要先用if 再配合另外有一个叫做 那个也是 在ifAl 另外一个 if什么呢 这个 所以会变得比较复杂 那最后做完当然公司会很长 那当然比较简单 因为2007刚好有了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 逻辑里面ifAl 那他只要把它贴上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给空的就可以了 也就是以后 只要你那个范围里面 会有错误的 紧字号的 你用ifAl全部都会清空 按确定之后向下 那2月份的话呢 会不会过滤掉呢 过滤掉了 所以后面的话当然再到 老蓝 12月份的放开 那一整年的年历全部都产生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很快 ifAl 那如果 如果说你要用那个 IsAl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好像有贴一个 方法2 方法1的话是刚刚这个 方法2是2003以前 包含2003 是要if IsAl 一样把它贴上去 然后空白 如果 麻烦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原来的公式 贴到里面 如果 他是 是错误的话 那就空的 反之就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 当然相对起来 用 ifAl会简单很多 但是也都可以啦 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第1个先玩 第2个的话呢 如果说 我希望礼拜六 帮我做一个颜色的改变 比如说呢 我的字的颜色变深绿色 我的底色变浅绿色 礼拜天的话也许换一个 字变成红色 底色变成黄色 类似像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不用 比较好的方法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慢慢去修改格式 但是特别注意啊 那个 函数里面 是不能够修改格式的 所以你不用去想 一定呢 只能用上面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实际上他已经帮你写好了 但你 如果上面没有这个功能 那你可能要VBI写了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可以新增规则的地方 但是问题我们规则是什么 是要判断 是不是礼拜六 或者礼拜天 礼拜六 那就新增规则好了 我想大家都用过了 只是说呢 你会发现 上面这几个一定不对 什么储存格 介于这个一定不行 这个也不行 前面几个 平均也不行 所以一定是最后这个 使用公式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所谓的公式呢 意思就是利用内建的函数帮你 去做那个判断 如果那个条件为处的时候呢 才去格式化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这个 部分年历先做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 该怎么做 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 做SHIP向右向下 做选取 那坎硕就向右向下 还蛮好用 因为 他很快可以帮我选取啊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 再用SHIP的键也是OK的 好选完之后利用什么呢 在常用里面的设定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用公式来决定 那特别是这个规则 跟这个插入函数还蛮像的 只是说他没有办法 帮你插入一个 函数 变成你要自己打 所以WEEKDAY 你可能要 可能要记一下 WEEK WEEKDAY 钱瓜糊 再来呢他会问你说哪一个储存格 那特别是请你找到 你的那个 选取区域里面的左上角 这个储存格 因为他就是一个起点 起点储存格 那他未来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选这个范围他会一个一个 有点像跑回圈一样 他会一个先帮你把这一列先检查完 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直到 没有为止 他其实背后就有点像帮你跑回圈 所以请你告诉他 A2 这边的话 A2储存格 那这个条件呢他当然 我们如果要判断是礼拜六的话 后面再补一个 条件是什么等于 等于7 有没有 我刚讲美国人的观念 你就 WEEKDAY反正就 美国人设计的所以 反正第一天就礼拜天 最后一天就礼拜六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那我就格式 格式的话呢就是 是就是深绿色的 填满就是 浅绿色的 这个格式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礼拜六全部做好了 那礼拜天怎么做呢 再行那个规则 一样工资来 来决定 那这边一样 就是输入那个工资 不过刚刚其实应该怎么样 把那个工资 如果偷懒一下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刚刚的这公资 把它复制起来 那其实拿来改应该会比较快 有时候 那当然你可以 当然输入的时候 如果你刚刚输入忘了 把它复制的话 你可以再到那个管理里面去做 复制 等于 一 第一天 那条件的话呢 那就底色变 黄色好了 然后呢字的话变红色 这个跟这个 其他不用改好了 确定 那这样全部都改完了 改完之后你把选举取 取消掉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我们的那个设定 格式化 条件的部分 那当然另外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把它改VBA来做 不过 另外就是说如果之前有同学说 问了一个人 问你说 那如果说我希望每一个 日期的 中间有没有每一列呢都帮我插入一个空白列 为什么要空白列呢 就是我希望在那个日期下面呢 来做一个形式例吗 比如说不同 可能你可以做 不同部门的形式例 部门啊或者是听啊或者是个人的形式例 那你可以分开来 那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快速的在这里面全部 通通都 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 那你可以用上礼拜讲的 用 若死 若死物件 可是呢 当然一般同学 第一个想到是如果我不要写程式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不写程式的情况下 帮我自动产生 空白列 因为我前面 我以前当然我习惯会用写程式的 因为我写程式对来说没什么 困难 那我习惯会翻一些 那个 Excel的书 我发现呢 有一本 有一本书 日本人写的书 他刚好提到 可以不写程式 可是不写程式要怎么 让他可以自动插入一个空白列 他那个做法很妙 他先在前面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空白栏 空白栏这边有编号 编号的话呢就是1到 31嘛 按按键键 到这里的1到31 下面的话呢也是1 到31 那 再让他怎么样 重新排序就好了 重新排序的时候因为1到31嘛对哈 那因为呢排序的时候 1会排在一起 这个可能要这边资料可能要删掉 那1会排在一起 2会排在一起 3会排在一起 那排完之后呢再把这一栏给删掉 这个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还是写程式比较快 没有 当然我讲过啦 方法 是 就是你 只要这个你提 自动化 为前提啦 因为 每个人习惯的方法不同 可是你要 做完这件事最后你还要怎么 再去排序 然后而且你排序之前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这里面是公式 而且这公司抓上面所以你还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再贴回去贴了之后呢选择性贴上贴为直 如果不是直那你一跑里面的资料又会乱掉对 然后最后你要再把这一栏给删掉 才会产生空白裂 可是如果你用程式来解决的话其实就写一个回圈 加上一个roll rolls然后呢就反向回圈 insertinsert他就很快就解决啦对不对 试试看好了这个当然延伸性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刚刚讲的就是 一记得这个这个先有兴趣同意自己先 先把这个范围记得A2Ctrl 向右向下 再去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形成规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后面那个插入空白列部分 自己可以玩玩看反正方法很多 各式各样 其实书里面都会提供一些可能的 算作者的一些心得吧那当然 至于对你来说哪个方法快哪个方法慢呢我觉得当然取决于你习不习惯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已经习惯用程式解决问题的话我想 最后当然你还是会使用 这个这个写程式的方法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请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